开始 不紧绷了 教室前面有三个大窗户 后面有两个小窗户 小豆的座位在第一排 想看窗外真是难得很了 现在他只需稍稍 转动一下眼睛 就可以看到窗外 你更喜欢第一排还是后面的一排 最后一排 你老干坏事 我老穿小指条 第后面的一排 老师不会看到你 但是前面的一 如果你在前面中 你好 如果你在后面中 你不好 对 所以 做好 要好有什么用啊 你考试好 我就得了 对不对 好 好就是听老师的话 对不对 就是让老师喜欢 老师 我不是特别喜欢让老师喜欢 那个长高的男生在我的教室 他老做第一排 他现在在最后一排 但是戴眼镜的 老在第一排 因为他小 对他也看不见 他必须要 但是他也挺好的 他也挺好的 老师喜欢 老师当然喜欢学习好的学生 妈妈是老师 妈妈也知道 妈妈也喜欢学习好的学生 但是 妈妈也喜欢 傻乱的孩子 真的 所以 因为我就是 一点点 没关系 我现在继续念 小豆豆坐在第一排 想看窗外真的难得很 现在只要稍稍 转动一下眼珠 就可以看到窗外 窗外有好看的柳树和天空 小豆豆一看就停不下来了 窗外一会儿走过去一个人 一会儿驶过去一辆自行车 一会儿飞过去一只鸟 一会儿树枝猛的摆动一下 这些让小豆豆看得出神 突然小豆豆看到一群不鼓鸟 落在柳树上 咕咕咕咕咕的叫 看到它们活泼可爱的样子 它高兴极了 有一只小鸟 好像也看到了它 蹦蹦跳跳从远处的一个树枝上 跳到近处的一个树枝上 摇着头晃着脑的眼睛 呼啵啵的转 对小豆豆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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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 小鸟的声音好听极了 小豆豆听得 真欢喜 它就使劲挥一下小手 对小鸟挥一下手 小鸟就叫得更欢了 过了一会儿小鸟不叫了 小豆豆还在挥手 它想怎么不叫了呢 叫啊 咕咕咕咕咕咕 小豆豆学着小鸟的叫声 让它叫 小鸟不太明白 奇怪地看着小豆豆 小豆豆伸长脖子 撅着嘴咕咕咕咕咕咕 它又很有耐心地 启发着小鸟 我觉得小豆豆不病吗 听到咕咕咕咕咕的声音 同学们不约而同回头看 小豆豆正全身贵 灌注地教小鸟叫呢 它撅着嘴弯着腰 脸上有非常奇怪的表情 看到这一幕 全班同学哗的一声笑了 正在黑板上写字的 苏老师转身一看 小豆豆还在逗小鸟 小豆豆 苏老师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大喊一声 将右手指着窗外 小豆豆慌慌忙忙逃出教室 白日梦 今天小豆豆遇到一件好事 和一件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情是 小豆豆被苏老师罚站了 而且还被赶到了门外 好的事情是 他今天做了一个梦 还抓到了一只蝴蝶 苏老师让小豆豆出去 小豆豆垂头丧气地走在 走到一棵大树下 看到地上斑驳的阳光发呆 站着站着 他就一次溜 坐到了地上 坐到地上的时候 他还说了一句话 站着不如坐着 坐着不如躺着 这句话说的真对啊 说着说着 小豆豆就半躺半坐 坐在了树下 坐在了树下 为什么半躺半坐呢 全躺 万一苏老师看见了 可就不好了 坐下 哪有躺着舒服 于是小豆豆就选择了半躺半坐 看着阳光在自己的裤子上 一点点变暖 看着蝴蝶小蜜蜂 飞花的 小蜜蜂飞花起舞 小豆豆居然 小豆豆居然睡着了 小豆豆还做了一个梦 梦中 明亮的天空中 忽然地下起了 鲜花 五颜六色的花瓣 像雪花一样 从空中 忽悠忽悠地飘洒下来 一颗颗的花瓣 落在他的身上 一会儿就把它 就把它 埋了起来 那些花瓣上 还有露珠呢 露珠见到他的脖子上 凉凉的 痒痒的 小豆豆忍不住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小豆豆笑醒了 小豆豆迷迷糊糊地 用手去扒了脖子 啊 是柳枝在轻拂他的脖子 哪有落花呢 很多柳絮 落在小豆豆的身上 身上头发上 知道了 这是一个梦 他有点失望 可是 他忽然看到 居然有一只色彩斑斓的小蝴蝶 机灵灵地 落在自己的 黄色的 小花罐上 哎呀 小豆豆从未见过 这么美丽的蝴蝶呢 小豆豆惊喜极了 用手围拢住 小蝴蝶 他用手捧住 真想立刻找一个好朋友 分享一下他的快乐 可是教授的门 紧紧闭着 小豆豆真是急死了 叮当 下课铃响了 苏老师走出教室 看到小豆豆的 他饿了一下 好了 你也去玩吧 下次要听话啊 小豆豆不敢动 眨巴着眼睛 轻轻对苏老师 嗡了一声 苏老师还很奇怪 怎么今天 小豆豆站在门口站着 过去 他不都跑得远远的吗 小豆豆奇特举动 让很多同学 围了上来 小豆豆激动地 给每一个同学 看他的神奇的小蝴蝶 最后同学们建议 把小豆豆把小蝴蝶给放了 飞一飞 小豆豆张开手 这只小蝴蝶 就轻轻巧巧地 从小豆豆的手底 飞出来 他在阳光下 闪月着 迷人悬目的光彩 在同学们挥手时 偏然飞远了 让老天多派几只 美丽的蝴蝶来吧 送走一只蝴蝶 小豆豆在想更多的蝴蝶 算数书丢了 你人怎么没丢啊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 并不难 难的是每天犯同样的错误 见到小豆豆 苏老师就想起这句话 第一次撕书后 小豆豆开始天天撕书 第一次撕书 小豆豆还承认撕了 至少是默认了 以后小豆豆就不承认 书是自己撕的 小豆豆为什么没交作业 我的书被人撕了 说着他把算数课本 往前一推 啊 你的书又被撕了 是什么人啊 只撕你的书 不撕别人的书 小豆豆不说话了 小豆豆告诉老师 书是不是你自己撕的 承认了老师不批评你 骗我 我才不承认呢 上次承认了 你还不是批评我 还向我妈告状 小豆豆心里想 上次小豆豆撕书 后来苏老师把他喊到办公室 苦口婆心的教育他 办公室的其他老师 也过来帮助他 小豆豆一感动 就竹筒到豆子 直来直去 全给招了 可第二天上课 苏老师将小豆豆说的话 全讲给全班同学听了 说是要同学们引以为戒 让小豆豆非常非常难受 现在小豆豆不上当了 小豆豆 那你说是谁撕的呢 小豆豆还是不说话 小豆豆 书是不是你自己撕的 不是 小豆豆说的斩钉截铁 苏老师啪 一声把书本摔了 小豆豆已经不害怕了 出来站到前面来 小豆豆就站到前面来 站到前面影响同学上课 前十分钟小豆豆还能站直 十分钟过后 小豆豆就时而晃晃左脚 时而晃晃右脚 时而常出一口气 引着同学们不断地看他 苏老师看着他也没有办法 要让小豆豆站到后面 小豆豆就更舒服了 前五分钟还给孙老师一点面子 还给老师一点面子 还是站着 五分钟后眼睛就直勾勾地看着窗外了 有时候小豆豆也换点花样 我算数书丢了 你怎么人不丢啊 你这人怎么丢不了啊 果然第二天上算数课 小豆豆人就丢了 苏老师看到小豆豆的座位是空的 问班长请假没有 班长说没有 没有小豆豆 苏老师也少了发 也少发了脾气 但是老师并不高兴 作为老师 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是教育好学生 现在把学生教育跑了 他还是有点纳闷 这是他的失败 虽然他不愿意承认 但事实让他有点难堪 其实小豆豆并没有走远 他就在教室后面的花园里 忙着自己的事情 教室后面是一大片的花园 花园里有四季 不同的颜色 小豆豆有不同的事情看 摘着花看看草 捉着虫子听听鸟儿说话 舒服着呢 不许杀小乌龟 为了让小豆豆聪明起来 妈妈听了一个江湖医生的话 给小豆豆买了六只乌龟 放学回家 小豆豆吓了一大跳 院子里放了一个大铁盆 盆里有六只爬来爬去的乌龟 小豆豆匆匆放下书包 就趴在盆边看 你好啊小乌龟 小豆豆大喊一声 把乌龟吓得缩头缩脑 把头缩回壳壳里了 只剩下两个小鼻孔 喂小乌龟 小豆豆拿手指 敲敲乌龟的小房子 可是他们缩得更紧了 小豆豆只好静静地坐在一旁看 过了许久 有个小小的三脚脑袋 慢慢地探出来 两个三个六只乌龟 六个小脑袋到处张望 圆圆 圆圆溜溜的黑眼珠转来转去 好可爱啊小豆豆心想 这时爸爸回来了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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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些小乌龟 爸爸点点头 一会儿他走进厨房 带上围裙 端起铁盆来到造房里 你干什么呢 干什么 干什么呢 小豆豆跟在后面喊 爸爸把铁盆放到地上 捋起袖子 抓出一只小乌龟 放到案板上 小豆豆见状 大吃一惊 爸爸你要做什么 做乌龟汤啊 爸爸妈妈总觉得 小豆豆整天是迷迷糊糊 担心他脑筋没长好 所以整天想办法 弄一些民间偏方 帮他补脑子 放下黑点 黑点 什么黑点 这下轮到爸爸吃惊了 原来刚才小豆豆把六只乌龟 都给起了名字 爸爸拿起的那只乌龟 头顶上有个小黑点 所以叫他黑点了 不许杀黑点 小豆豆冲过来 伸出两只手 拦在爸爸 与案板之间 小豆豆跟奶奶赶过急 看到过有人在杀一只大乌龟 他们拿锤子活生生的把乌龟的翘 翘破了 再拿 啊 再拿刀切 奶奶赶紧把小豆豆拉走 但是小豆豆还是哭了半天 小豆豆断定 这些乌龟 这些小乌龟就是大乌龟的宝宝 他觉得 他们没有了妈妈 保护他们的责任就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红着眼睛 盯着爸爸 妈妈一看这阵势 摇摇头跟爸爸说 哎 我就说这孩子心肠软 家里养过一只鸡 小豆豆天天放学就跟他玩 给他取名叫小花 拔草给他吃 帮他洗澡 在他脖子上系了个红头绳 领着他在院子里 做 做操步 做操步练习 走路练习 做操操 还教他功夫 有时候还给他唱歌呢 有一天妈妈想把他杀了 炖汤给小豆豆喝 小豆豆死活不肯 有一天妈妈趁着小豆豆去上学 偷偷把鸡给杀了 炖了汤 等小豆豆背着书包回家 妈妈就先把汤递给小豆豆 碗里只有清汤 妈妈把鸡肉全捞起来了 小豆豆放下书包 说 我先去看看小花 先把汤 先把汤喝了 不然等会就凉了 说完 小豆豆很听话 咕咚咕咚咚 就把一碗汤喝完了 等他到了鸡窝里 一看 傻了眼 妈妈妈妈 小花呢 小花不见了 他飞步冲到屋子外 妈妈看看小豆豆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原本想好了 要骗小豆豆说 要骗小豆豆说 小花自己走了 可是又怎么能对孩子撒谎呢 他抱着小豆豆说 小豆豆 我们养小花 就是想炖鸡汤 哇 哇 小豆豆还没有听妈妈说完 就大哭起来 小花是我的朋友啊 他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要把他的朋友杀死 你真的喜欢他吗 为什么要把他的朋友杀死 还要让他把自己的朋友喝掉 小豆豆又悔又恨又迷惑 伤心的一口饭都没有吃 一直哭哭哭哭哭到睡着 妈妈觉得自己做错了 却仍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对 而今天他决定 把六只小乌龟留下来 看着爸爸 小豆豆和爸爸僵持不下 小豆豆又哭又闹 誓死保卫小乌龟的样子 妈妈过来给爸爸使了一个眼色 端起脸盆说 我们就把他养在院子里吧 妈妈万岁 小豆豆跳了起来 小豆豆又多了新的六个小朋友 一点 二十八夜了 给你换了 我可以说一句 所以什么 有什么故事 有一个小乌龟的故事 还有一个撕书的故事 小豆豆老去撕书 那一点点 对 哪个撕书 撕书太高兴了 他撕了书老师就让他到外面去做 有一个小乌龟的故事 乌龟没有杀 最后我也给养起来了 他有六只新的小朋友 杀鸡 有 小豆豆腐心肠软 不能看啥东西 他撕了书以后 老师生气 老师把他叫到教室外面 结果他 他他他他他他在窗口上 他外面的叫 撕书 撕书 多好啊 你会撕书吗 吓死我了 呃 过去 撕书 撕书 五十挺难的 第二个 不是第一个 一个提手 一个棋 一个筋 书怎么写 你是笨蛋面吗 撕书 这个挺难的 嗯 你有别的吗 别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 撕完书 然后他到教室里上课 他就站在最后那个大窗户 他们教室后面有两个小窗户 前面有三个大窗户 然后他就在窗户外面 看蝴蝶飞 然后有蝴蝶飞 对吗 妈妈 他有小鸟叫 他教小鸟唱歌 然后掘着屁股 弯着腰 掘着 然后嘴巴鼓着 教小鸟怎么唱歌 咕咕咕咕咕咕咕 OK 教小鸟唱歌 这个很简单 这个是玻璃 这个是一种 一种塑料 你别给弄坏了 这个保存的挺好 一弄这个以后 它就不 它就不 它就不坏了 好的 你画四书的吧 四书已经画完了吧 但是教鸟唱歌 对 难写 那你先画一只小鸟 No 但是一点难写 特别好写 教 No 但是鸟 小 鸟子最好写 有妈妈的那个里面都有 唱歌 唱歌 唱歌最好写 No 世界上没有比唱歌 这么好写 有 教小鸟唱歌 学习 学习 都都都都都 都好写 嗯 OK 所以 你会儿花鸟吗 会 一个圆圆的脑袋 一个身体 一个小翅膀 一个嘴巴 一个圆圆的脑袋 我这个不是特别圆 有点尖 不要特别圆 太圆了就像大胖子 小鸟就飞不动 不叫鸟 那个叫猪 是小鸟和猪结婚生的孩子 两个翅膀 对 两个翅膀 走一个右一个前一个后一个 一个右一个前一个 前一个后一个 或者是左一个右一个 对 你现在画的就很好 嘴巴有吗 小鸟唱歌嘴巴要张开还是闭上 鸟唱歌嘴巴 上一个下一个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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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画 半坐半躺 半坐半躺 躺是身体都直的 半坐半躺 你腿是直的 然后身体是这样 这是小痘痘 这是小痘痘 然后一只胳膊靠在这里 一只胳膊靠在这里 一只胳膊靠在这里 想事情 然后这是一条腿 最后一只胳膊靠在这里 对 半坐半躺 嗯 嗯 嗯 觉得那比上课更好 你知道 上课 有一个同学打乱 我说 你站到前面来 你猜他在前面干什么 他这么高兴 在前面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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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M style 气死我了 这谁 你不高兴吗 你知道你还在找 没关系 HELLO 你为什么喜欢 嗯 就 我喜欢外面的天空 可能刚才爸爸都看见了 他们看不到 我会给他抹掉 我会给他抹掉 没关系 嗯 请你继续做我的小鸟 很难啊 最大的鸟你觉得怎么大 地球上最大的鸟 有 我查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务 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做这个的时候会印你 你忘了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一个鸟 二五零 这么这么大 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一个鸟 二五零 对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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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比我们的手长多了 那个翅膀 分一下 我想 我在澳大利亚里 你会不会有人看到 好像是在澳大利亚 那个 Torangga Zoo 你喜欢 10 largest bird on this 你看啊 Golden Eagle Grey Crowned Crane 這麼漂亮 California Griffin Volter Bearded Ooper Ooper Agya Condoranta 哇 Mahadun Stork Grey Pedicate Waaw Wandering Albat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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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osh 好了 你先畫那個什麼吧 你不要畫一個 Wandering Albatross這麼大 比那個小孩要大好多 他怎麼沒有鞋子 他怎麼沒有鞋子啊 沒有腳和鞋子 沒有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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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白日夢捉蝴蝶 如果是白日夢捉蝴蝶 就是the same image 對就是啊 因為這個不是在教小鳥唱歌 它是在教室裡教小鳥唱歌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白日夢捉蝴蝶 捉蝴蝶 好的 然後他在這躺著 然後這會兒有一個小蝴蝶飛過來了 那我知道 你要放這樣 這樣這樣 然後你放 因為他在夢 他的身體是一個直線 還是身體是一個什麼 我覺得身體應該 沒關係怎麼畫都行 我要畫 我就畫一個小豆豆 小豆豆是有鞭子 嗯 然後他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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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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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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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h Mama,你觉得自己好吗? Mmm Because you hit me like a bomb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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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Because you hit me like a bomb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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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YangYangYang喜欢什么颜色的照相机? 你想买一个照相机 我想给你们买照相机这样可以做自己的那个做一个channel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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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